论一个女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她害人将老父亲弃死 她害己 让自己成为了一名软件硬化工程师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她先是怂恿自己的老公去深圳做生意 之后为了筹集本金入股 她又偷偷地拿走了父亲的四十万存折 这一天 东窗事发了 不明真相的父亲报了警 以为家中禁贼了 胡杰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家 她羞愧难当 让哥哥替自己转达 父亲知道了真相 碍于家丑不可外扬 让警察叔叔走了 警察叔叔走后 胡杰向父亲说到了前因后果 父亲一万个不答应 他让胡杰立刻马上就把钱要回来 胡杰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迫于无奈 父亲只好提前宣布遗嘱 二十万给老三出国留学 另外二十万 外孙十万 孙子十万 同样用于教育 我告诉你 要么 你给我把钱要回来 要么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给我滚 胡杰仍执迷不悟 他扑通一声给父亲跪下 他说只要半年 只要半年 他就连本代理将四十万拿回来 言罢 他便起身离去 父亲健壮 猛地炸了起来 怎料一口气没上来 又静止倒了下去 医院里 经抢救无效 父亲的生命被划上了句号 是你害死了咱爸 是你害死咱爸 是你害死咱爸 你知道我知道 小伟 你恨死咱爸 你恨死咱爸 扶双至 祸不单行 这一天 正在上班的胡杰 收到了深圳发来的电报 内容 袁凯出事 速到深圳 深圳某医院 胡杰见到了 躺在停尸床上 面目全非的刘元凯 看着那条熟悉的黄金项链 他熬一嗓子 晕了过去 几天后 他手捧刘元凯的骨灰盒 回到了西安 他在房内暗自神伤 房外 嫂子以为四十万的事情 和大哥吵的昏天暗地 他悲愤交加 他拿过纸笔 写了一张欠条 随后 又用玻璃划破了自己的手指 盖上了血手印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不管用什么方式 也要还清这笔债务 几天后 他辞掉了护士的工作 带着儿子一路南下来到了南京 他要投靠他的发小曾志 三言两语后 曾志了解了前因后果 他向胡杰保证 他肯定会帮他的 之后 他利用自己烟草专卖局 经销处处长的身份 绑他零成本 开了一个烟草批发部 刚刚开始 生意确实不错 他也确实赚了一笔钱 给弟弟汇了七万后 手上还有十几万的进货款 曾志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不然 他其实是早就对胡杰心生爱意 这一天 曾志开始收网了 他对胡杰说 自己要寄一批总价七十万的外烟 现在手头资金不够 你能给我凑凑吗 胡杰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晰了他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糊涂胆子大 他同意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 前提是他要一半的烟 曾志点点头 当晚趁着酒进 曾志敲响了胡杰家的大门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他向胡杰说出了心中所想 胡杰不答应 死活不答应 他可能也意识到了 一旦拒绝曾志 他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但是他还是拒绝了他 烟草的生意干不下去了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思来想去 胡杰来到了酒吧上班 在上班的第一天 几个喝得烂醉的客人盯上了他 他们用钱羞辱了他 他哭着跑回了家 他打开花洒兜头娇下 他想洗去身上的罪恶 他想自杀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儿子的一声妈妈将他拉回了现实 打不倒只会让他更强大 他打开了心中的枷锁 成为了一名老油条 晚上他会在酒吧工作 白天他在按摩店工作 虽然还是会有客人骚扰他 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了 他就好像是开闸泄洪的湖水 一开始他暴躁 他冲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来到了下游 他波澜不惊了 但是很快 一个意外就如一枚鱼雷在他的身边乍响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